今天上午有50位幼稚园的老师跟小朋友 来到慈禧高雄的钢山环保教育站参访 志工们规划有趣的互动游戏 让孩子们玩得开心 也让环保的观念深入心中 人类吃完的东西就乱丢塑胶袋 数目上全都挂满了塑胶袋 垃圾太多森林就要被破坏了 逗趣的动物布偶引领着幼稚园的孩子 思考环境议题 垃圾要减量就是要分类再回收 大家来到闯关游戏场 用玩的来了解分类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金之家 保龄球游戏让他们玩得好开心 也玩出对垃圾分类的兴趣 孩子说下次还要再来 我想要跟爸爸妈妈讲看看 哪是他们知道路 就想看看要不要再来一次 下次再来一次这样 环保游戏有趣又负教育性 是为孩子量身打造的专属体验 刚上教育园区11月成立到现在 这个是我们第一次留幼儿园的小小朋友来参访 因为小孩子他比较不认识字 我们是借由动态跟互动游戏的部分 来让孩子了解 志工们的善解跟用心 让环保观念在这些幼童的小小心灵 稳稳扎根 大爱新闻 陈一真王周中高雄报道